八月十五圆月高悬 月光静静地洒在小院里 奶奶 您再讲讲后裔和嫦娥的故事吧 好好好 故事后英雄后裔要上山打猎 把仙人送她的仙丹交给妻子嫦娥保管 结果坏人旁蒙闯入家中抢夺仙丹 嫦娥勤急之下吞下仙丹 抱着身边的兔子奔向月亮 当天正值农历八月十五 以后每年这一天 后裔都会望着元月思念妻子 再后来 后裔和嫦娥的故事 成为中国古代 关于中秋流传最广的神话传说之一 慢慢演变为人们对幸福团圆的期盼 长额奔月的传说 原自古人对星辰的朴素崇拜 寄托着人类飞向太空和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望向 从古至今 人类对未知太空世界的探索从未停止 成鹅回来了 成鹅回来了 中秋佳节 拜月祈福 期盼物产风营 何家团圆 是中国人传统而朴素的愿望 仰望星空 探索宇宙 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愿同一轮明月下 世界人民携手共享 生活和睦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